中区这一位串烧店的老板 十年前他是药厂的业务 舍弃了250万的年薪 跑到日本拜师学做串烧 当时他在做学徒 每天要处理两三百串的肌肉 可以说磨练基本功 那么在苦学回台之后 开了三家店 现在一个月的营收就冲破百万 木炭烧的红彤彤 不时冒出阵阵火花 肉串躺在铁架上 烤到外酥内软 木炭完全烧到火红的时候 它是远红外馴最强的时候 那时候在烤的时候 才会外皮酥泥面嫩 手抓盐巴就像拉茶一样 让盐均匀撒在肉串 串烧达人萧哲文 过去是为了刚药厂业务 放弃年薪250万 跑到日本苦学烧肉 在日本学艺的那一个时期 大概平均一天要串到 两百串到三百串之间 放弃起初是有 但是你已经选择了出去 进修学艺这一块 你也没有后路 如今不只出塞 还把利落的刀法传给徒弟 处理肉串得花上一天 和雕刻艺术品同样细腻 鸡剪的部分 我们会把它切得小快一点 客人在咀嚼上的时候 会觉得它的肉是有咬劲的 每只鸡只有两条的里肌肉 外皮油亮亮 里头还是深的 沾点芥末像吃生鱼片 风味与众不同 帮萧哲文的串烧店 营收冲破百万 串烧店来讲的话 在日本他们有这个酸门店 以鸡为基准 然后去做不同的料理呈现方式 每道串烧都看得到 萧哲文的细腻 短短三年在台北拓展三店 再把事业带向另一个高峰 多文财亦新闻 江盛 黄富翔台报导